什么是蓝光计划 影子政府如何接管世界 并重建世界秩序 把地球70多亿的人口 快速消点到5亿 大家好 我是小萱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两年 人们对未来的恐惧 似乎是越来越明显 就连天上的异象 都明显多了不少 动不动 卡巴格 比如说这样的 这样的 或者这样的 所以很多人调侃 地球什么时候自爆 赶紧拿走累了 这两天我也在反思 怎么成名的预言家 越来越多了 各种阴谋论言大心气道 这里边本身 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顺着这个逻辑 我还真查到了一次猫腻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聊 蓝光计划 先思考一下 你为什么认为 你所看到的东西是不正常 并且你会把看到的东西 与特定的大灾难 或者说是末日 所联系起来 答案很简单 就四步 第一步 先建立心理安事 手段主要是通过 现代的传媒技术 第二步 等待时机成熟 使用强大的3D全息技术 制造人工的巨大的异象 来激活 之前给你埋下的 那个心理安事 第三步 使用电子双向心灵感应技术 干扰人类的大脑 强化人们对心灵 暗示结果的相信程度 第四步 对思想被暗示者 进行最后处理 听起来挺简单吗 有点不太相信 我给你把我查到的 关于蓝光计划的资料 全部说一下 看完你就知道 这个计划 它到底有多邪恶 不客气的讲 绝对是人类诞生以来 最邪恶的计划 它那个第一步 通过现代传媒技术 建立心理安事 其实就是先接触 全球各个地区 不同民族 原有的宗教文化里的事实 但是偷偷修改 你原有的认知 因为宗教文化里 原本就有各自的末日论 或者大重制论 它只需要在 这个末日论认知的基础上 稍微添一点 你不易察觉的私货 就能实现 比方说 原本基督教里有末世论 但是那个主要是为了警醒世 所谓自救 其实是以维持公众的 基本良知道德为目的 但是蓝光计划 是怎么利用这个末世论的呢 最经典的就是2012 到处传言 是马亚人的预言 因为据说2012年12月21号这一天 是中美洲 长纪力中被认为是 5126年纪年周年的 最后一天 就我查证 考古学家最初 可不是这么解读的 人家认为 这要么就是考古不安全 要么就是某种循环的用法 但是呢 自从阴谋论2012兴起之后 主流就被带偏了 谁解释都没有用 很多人就是想讲 这个2012 就是马亚利最后一天 就是黑暗降临的那一天 那咋就不能是 心理开始的日子呢 你说对吧 2012论流行起来之后 很快 基督教的末日论也被各种篡开 认为2012真的就是宗教里所说的灾难日 事实上 人基督教根本就没提过 哪一天是末世 因为压根就没有 现在呢 应该弄明白了 这其实就是蓝光计划的第一步 在所有的宗教里 先给你篡开点东西 给你买雷 让你把宗教末日和一些具体的东西 给它结合起来 形成条件反射 接下来呢 是第二步 这一步主要将用3D全息投影 制作成巨大的一个空天剧场 按照计划 这些个3D全息投影 将在第一步成熟以后 根据世界的局势变化 在合适的时间点 突然在世界不同地区同时上演 而且根据各个地区 民族宗教信仰的不同 制造的3D影像也不同 你比如说 你信什么宗教 就给你在这个地区的天空 投射什么样的一个教主形象 实在是无神论的 就给你整上点让你肝胆剧烈的东西 其实看到蓝光计划 这段事我就在想 你说我们这可是典型的无神论 要给我们投射个什么东西 才能让我们肝胆剧烈 马王爷 佛祖还是判官 但是这个第二步的技术手段 是通过卫星 把全息影像 投射到距离地面 60英里的中气层 而且根据披露 目前它一直在做相关的测试 难不成就像咱视频 开头说的那几种异象 都是这帮人在搞鬼 真是老六 你说这帮人能不能干点正事 再接下来是第三步 这一步的核心技术 叫做电子双向心灵感应 意思是 透过心灵感应和电子增强的双向通讯 使用ELF VLF和LF波 把这些声音传递到人的大脑中 进而去影响他的想法 简单来说 就是透过这种技术 造假所谓神的讯息 然后传递给人的大脑 每个地区 用各自都能听得懂的语言 来传播这些信息 内容当然是漠视了 我作为主神 然后我已经抛弃了宗教 接下来 我将作为神 直接引领你们 然后巴拉巴拉一大堆 这类让你震惊 优异事件 来不及思考的这种话说 让你毫无戒信 然后就听着这个 所谓的神迹的指引 关于这个脑波 极力评 VLF ULFLF 我查了一下资料 这个技术 其实从冷战起 美苏就同步在研究了 跟特异功能一样 有说是已经取得了成果 也有说 这个是放微星火瓜子 真假难辨 最后第四步 也是蓝光计划的真正目的 减少人口 利用第三步的神迹 伴随着侵入人脑的声音 去煽动大家 产生恐慌情绪 将世界带入一片混乱 最终 利用战争 使地球上的人口 迅速减少到 他们理想中的5亿 值得注意的是 90年代初 加拿大的国际自由新闻记者 Serge Moniz 第一次向外界 披露了 Project Blue Beam的蓝光计划 结果他和另外一位 一起进行调查的同事 在数周之内 相继因为心脏病死亡了 奇怪的是 这两人过去 可从来没有证据证明 两人有过心脏问题 自此 这个蓝光计划 才开始被人相信 或许披露出来的不仅真实 但用尽手段消灭人口 或许真的有相关的计划 两位记者的死 应该跟这个 有脱不开的关系 或许 这个跟共济会的阴谋 更脱不开关系